大家好 以哈首脑涉嫌战争罪 国际刑事法院申请逮捕令 国际刑事法院位于荷兰海亚 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由管辖权起诉犯有灭绝种族罪 危害人类罪 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个人的常设国际法院 路透社 国际刑事法院ICC检察官办公室说 已就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 以国防部长加兰特 以及三名哈马斯领导人涉嫌战争罪申请逮捕令 这是国际媒体的报道 而中国内地媒体的报道里 只有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的逮捕令 而不写哈马斯的 而且真实的消息是 这个逮捕令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申请 并没有真正发出 中国的官媒就是这样欺骗国内民众的 伊朗政教合一说是一个国家 但其本质上还是一个宗教团伙 因此 掌握最高权力的不是总统 而是领袖哈梅内依 不过 哈梅内依年事已高 且多次因癌病危 能够接替领袖的人选在伊朗内部 也已形成了明里暗里的斗争 而对哈梅内依来说 也确实需要物色合适的接班人 已因空难死掉的伊朗现任总统 伊布拉辛莱西 出生于1960年 很年轻 从小就已经去往库姆神学院学习 不仅有反对巴列为政权的的革命经验 还拥有伊斯兰教法学博士学位学历 是最有资格成为哈梅内依的接班人 不过还有一个热门人选 那就是最高领袖的儿子莫杰塔巴 尽管他在声望和经验上 都比不了现任总统来西 但是关键他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依的儿子 而且莫杰塔巴习惯了在幕后运作 特别是其与前总统内甲德的关系 显示出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强悍 所以伊朗总统遇难就显得非常蹊跷 几个伊朗领导人被安排挤在同一架直升机上 这是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安保要求 印象中曾在俄罗斯搞兵变逼宫的 雇佣军领袖普里格任 也曾和几个亲信一起飞机失事身亡 而伊朗的后台大哥习近平 志宴殿就伊朗总统来西遇难表示哀悼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志宴殿 对伊朗总统来西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 表示深切哀悼并称来西的离世 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正确来说来西的离世 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别乱扯什么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并不认识那只杀人狂魔 被称为德黑兰屠夫的人渣 面对广东煤大高速路崩塌造成的 那54条无辜的性命 他们没有深表哀悼 面对云南郑雄医院那些受害者 他们没有深表哀悼 面对江西贵西那些倒在地下血淋淋的孩子 他们没有深表哀悼 一国他乡的 那几个作恶多端的神棍死了 他们深表哀悼 啊 呸 中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 关于做出国家赔偿决定时 适用2023年度 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检察院 控告申诉检查部门 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控告申诉检查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查部门 国家统计局2024年5月17日公布 2023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为12万0698元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 日平均工资为462.44元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 是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21条第二款规定 各级人民检察院自2024年5月20日起 做出国家赔偿决定时 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 按照每日462.44元计算 特此通知 请遵照执行 此件发至县级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 下面是几则警情通报 1.5月21日七时许 我县龙女镇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孙某某男 52岁驾驶小型轿车 行至G350县463千米加400米处 与路边五名行人发生碰撞 造成两人当场死亡 三人经送一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 孙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经检测 排除毒架 酒驾嫌疑 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武盛县公安局 2024年5月21日 2.警情通报 2024年5月20日20时许 苏仙区公园 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黄某 男35岁已被公安机关抓获 该案造成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伤员救治 案件侦办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陈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 2024年5月21日 3.悬赏通告 2024年5月21日 五十许 安徽省南陵县吉山镇 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经侦查 朱熹斌有重大作案嫌疑 现在逃 犯罪嫌疑人朱熹斌 男49岁 汉族 户籍地 安徽省南陵县吉山镇 新建村夏珠村自然村30号 身高约170厘米 中等身材 逃跑时穿黑色上衣 蓝色裤子 白色鞋子 驾驶临时牌照为 L33655的黑色电动车 目前 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朱熹斌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 对提供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给予一万元奖励 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 公安机关正告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 对包庇 藏匿 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跑的 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副照片 南陵县公安局 2024年5月21日 4 警情通报 5月21日七时许 我县龙女镇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孙某某 男 52岁 驾驶小型轿车行至G350县 463千米加400米处 与路边五名行人发生碰撞 造成两人当场死亡 三人经送医抢救 无效死亡 目前 孙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经检测 排除毒架 酒驾嫌疑 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五圣县公安局 2024年5月21日 网易新闻 原文 招商银行 三十年期超长期特别过债 十点起对零售客户开放购买 下市跟贴 一 三十年后 会不会说系统升级 以前的数据没了 二 一年前的行程码和疫苗记录还有吗 三 神回复 病例都销毁了 有网友说 我不懂楼市 但多少懂点常识 如果一个女人原本声名 没十万存款不价 没1.8米的身高不价 今天突然声名 没有这些限制条件了 说明了什么 网友答 她想通了 说明爱上你了 说明其他备胎都退出了 说明女的年龄大了 有那么一条新闻 山西警察夫妇被杀 调查发现 工资两千 却家产上亿 北京有六套房 下面是一则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消息 新加坡航空一客机紧急迫降泰国 新加坡航空飞机紧急迫降两死三十伤 当地时间21日新加坡航空一架客机 紧急迫降泰国曼谷苏安纳普机场 造成两人死亡 三十人受伤 据说是遇到了极端天气 店里面的东西